如果我不跟大家说这是什么新奇玩意儿 大家能猜到它是一款高性能独立显卡吗 作为一款内置的AMD RX 7600MXT显卡的显卡屋 1号显卡One X GPU 它的体积足够小巧 外观足够精致 配合RGB灯效 不仅适用性强 作为桌搭也是非常合适 它长约20厘米 宽约12厘米 厚约3厘米 重量不到900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与日常物品的对比 在机身一侧 依次式电源键 Turbo性能切换键 灯效键 和两个10dbps的USB A3.2-2接口 外接固态硬盘 多月速率可以跑到900多兆 其中电源键和Turbo键是可以发光的 机身另一侧接口比较丰富 有千兆网口 有两个HDMI接口 两个DP接口 一个Oclinic接口 一个USB4接口 以及一个电源接口 其中USB4接口可以提供100瓦返向供电 转到背面 打开磁吸盖板 竟然还有一个M.2硬盘位 仅有2280尺寸固定孔位 但实测装配2230的SN740也可以正常使用 不过多月速率没有给到USB4级别 不如USB A1口外接快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 虽然显卡屋本体比较小 但是它又附带一个330瓦电源适配器 没有采取内置电源 原本便携的优势直接被砍半了 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来想 如果采取内置氮化机架电源的方案 在散热堆料上空间就会比较局促 加上氮化架供电时温度也会比较高 可能显卡屋内部的温度整体要变高一点 另外内置电源功率也会有一定限制 刨去显卡供电可能无法提供高达100瓦的反线供电 也估计没有空间能放得下快态式的M.2硬盘位 况且就算电源内置 也还是需要一根电源线连接到显卡屋供电了 放在桌面上使用 电源内置和外置在外观上没有区别 但是如果你经常出门 电源内置的方案肯定要更加适合你 总之有利有弊吧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考量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USB4连接到USB4接口 或是雷电接口的机器 也可以通过损耗更低的Oklink接口连接支持Oklink接口的机器 之二者各有利弊 通过USB4连接支持热插拔 并且USB4接口可以反向为机器提供100瓦PD供电 随差随用十分方便 而Oklink接口可以提供60多G的带宽 可以实现更低的外接损耗 但是它不能为机器反向供电 需要额外为机器插一根充电线 并且通过Oklink接口外接不支持热插拔 需要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总之就是不够方便 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USB4外接 虽然损耗会大一些 但是一根线解决连接与供电问题确实足够方便 可能是我的原因 也可能是内设机功能还不完善 Oklink接口外接没能成功 等后期正式版出来之后 再为大家测试Oklink接口外接的情况 这里针对USB4外接我做了一些测试 IW4 Benchmark测试数据 大家可以先查看一下 通过USB4接口连接拯救者掌机 开启Turbo模式 内屏Timespy显卡得分为7771分 连接外屏时显卡损耗会低一些 Timespy显卡得分为9979分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760MXT的跑分测试 大概在10300到10500之间 由此可见通过USB4接口外接 内屏跑分损耗在26%左右 外屏损耗在5%左右 相差甚多 我跑了很多遍内屏 可以排除概率性的问题 另外不知道什么原因 折腾了很久 CPU分数就是跑不上去 我拯救不了我的拯救者了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760MXT驱动跟ZE Xtreme驱动是不通用的 所以需要用特殊的方法 安装7840U公版显卡驱动 才能实现极杀极用 如果你机器本身就是7840U 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以上显卡的损耗都来自于转接损耗 在烤机色热中开启Turbo模式 显卡是可以接近120W功耗 持续运行的 此时室温26.7摄氏度 显卡温度可以稳定在76摄氏度 其中核心最高温度在90摄氏度左右 分热噪音在120W满载时略大 会来到60分贝 如果关闭Turbo模式 显卡功耗会下降至100W 温度会下降至71摄氏度 核心最高温度会下降至83摄氏度 我也跑了一下100W功耗下的 USB4内屏Time Spy测试 显卡得分为7624分 会比Turbo状态下性能略低一点点 另外在测试过程中我发现 在GPU高负载状态下 显卡屋会有一点电流声 希望正式版可以解决 下面我用整六者掌机 通过USB4连接 为大家测试一下 2K最高画质预设下 显卡屋连接前后的帧数对比 2K最高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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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显卡屋有两个比较美好的使用场景 一是把它扔在床头 出门在外带着Windows掌机 抓紧一切碎片化时间打游戏 回了家终于一线连接到显卡屋 为机器补充电量的同时 继续享受高画质游戏 或是把它扔在桌面 把显示器、鼠标、键盘、手柄的外设 都连接到显卡屋上 或是提前通过蓝牙连接好Windows掌机 下半回到家一线秒变高性能PC主机 享受大屏快感 除了可以连接Windows掌机 这款显卡屋也支持市面上主流的 支持USB4 或是雷电的轻薄本、平板电脑等产品 可以为其大幅增加战斗力 同时你也拥有了一个接口与硬盘扩展屋 目前这款显卡屋已经开启预售 到着价为3999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另外本次发布会第二个新品 一号本优侠X1 后续我也会为大家带来详细体验测评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面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 记得关注我 我是芳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